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歐多美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 有沒有看到老頭現在在飛行啊 沒有錯 現在老頭開啟的是這個創造模式 這創造模式呢 就等於說你現在是這個世界裡面的上帝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沒有人可以阻止你這樣子 你要瞬間移到 你要創造物品 你要創造生物 通通都可以 所以說呢 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來創造我們這個 方舟方塊世界裡面所有BOSS級的生物啦 那這所有BOSS級的生物目前呢 據我所知應該是有8種 然後可馴服的BOSS生物就只有一種 好不好 是哪一種呢 影片後面看下去你就知道啦 那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準備召喚一下我們的BOSS 然後我們打開了之後呢 我們的創造動物 你看到這些都是老頭曾經抓過的 或者是遇到過的 都會在這個裡面 什麼元素之靈啊 其實這個之前都遇到了 只是 誒 幽靈是什麼 誒 我還真的沒看過幽靈誒 可以打岔一下嗎 我想看一下幽靈長什麼樣子誒 好不好 讓我看一下拜託 哈哈哈哈 我們來看一下 幽靈在哪裡 嗯 誒 騙人 說好的幽靈呢 還是說這種東西 還沒有做完啊 只有晚上才會出現的幽靈嘛 好 算了不管了 反正呢 好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來召喚一下 好 那給你們看一下 他這個還有分類 還有普通魔法 以及我們的精英 精英你會這邊看到呢 炎魔 炎魔不是那個火元素哦 比火元素還要搶 然後呢 筆萌 筆萌有點類似像是山怪吧 感覺就很像是那種 在冰封之地裡面會出生的BOSS 然後還有死神啊 死神就是我們之前常常遇到的齁 每次去這個 那個什麼 欸 我們那個叫什麼 末日之地啊 以前常常去末日之地都會遇到的啊 那也是我們的木乃伊之王 我是沒遇過啦 我們這個冰雪精靈呢 之前在冰封之地好像稍微有看到 看到了一兩次 但是我沒有進去跟他打 我只是去偷偷寶箱的 然後還有大型海洋史萊姆 這大型海洋史萊姆 就是應該就處於在這個海洋 海洋遺跡裡頭 我有看過人家影片有去打啊 我個人覺得好像也不難打的樣子 你只要帶一隻很強的恐龍進去就可以了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會稍微召喚這幾隻 來把玩一下 那這幾隻其實都是會在這個 各大方舟方塊世界裡面的 某一個角落會被召喚出來 然後你看看奇怪 怎麼會有六隻 我剛剛不是講八隻BOSS嗎 另外兩隻BOSS呢 是隱藏的 目前沒有在這個世界裡面生成 就這個地方吧 好不好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 炎魔大哥好不好 我們先看我們炎魔大哥 先召喚出來 哇 哇 這麼大一隻喔 可不可以馴服 不可馴服 我打他看看 打他0低 哇 生氣了 哇 在這個地方他不會被凍結喔 他就這樣子一直往前串 他是要去哪裡啊 欸欸欸 看我一下啊 他要去哪裡啊 打啦打啦 好 好家在 我是無敵喔 不然的話我可能被他弄笑死 他是有目標性的一直往前衝欸 他是會自己走回去 喔 我懂了 他是不是會往自己原本的原作標回頭 欸 不會啊 他現在開始悠哉的手動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召喚一隻來跟他比拼一下 要召喚哪一種比較好 比萌好不好 我們弄一隻比萌跟他打好了 然後 是我馴服 欸 不要 我們來看一下可不馴服 雖然我說過只有一隻可馴服啦 但是我還是想看一下 哇 那比萌好酷喔 喔 這些都不能馴服欸 哈囉 嗯 嗚呼呼 他的模組形式好像金剛喔 我們強訓他一下好了 好 強訓強訓了 我們可以騎他上面嗎 喂喂喂喂喂喂 慢用別 哇 就這樣打起來了 欸 這個高低差 哇哇哇哇就這樣打起來了 也不管我受不受得了 欸 不能騎他 我把這木頭砍掉 暗眼 哇 世界大戰啦 噢噢噢噢 噢噢 看他們倆打起來其實還蠻爽的 有沒有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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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欸 你們就不要繞圈圈了好不好 你們可以就是對質一下 好不好 那我就在這裡給他打好了 喔呦唷阿 蓋牙能量砲喔 欸 你們就打就打 不要在那邊 一直跟著我 欸 對對對 這樣就對了 就這樣對了 好 我就喜歡看你們這樣尻 我怎麼依照這種情況感覺炎魔會贏啊 炎魔的combo技 AOE超多的 我們這一隻 他就只會在那邊搓搓搓 金鋼狼 完蛋了 就我們這隻筆魔要掛了 看得出來筆魔應該輸了 光是單下傷害就落差 你看我們炎魔 那個炎魔 我們炎魔靠下去510 然後他有AOE機又一個狂跳 唉唷 會不會當機啊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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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嘍 不可馴服 好啦 馴服你啦 揍你喔 小王八蛋 史萊姆上 史萊姆被 被古蓮花弄到了 我幫你 幹什麼東西 我們可愛的史萊姆 有嗎 有攻擊嗎 喔 有 打他 快點 跳下去 開幹 哇 自殺式攻擊 哇 被打下去了 我們的史萊姆OK嗎 哈哈哈哈 哇 這居然生海 大型海洋 史萊姆居然這樣子 我還以為他很大隻勒 還敢講大型 我的天啊 淵魔好強喔 欸 不過這個 史萊姆血還蠻多的嘛 不過 一看這個威力比拼 就大概知道 威力差在哪裡了 掛了 分裂成小史萊姆去啦 而且不能馴服了 直接不能馴服了 我來幫忙一下好了 哈哈哈哈 還是我馴服他們 欸 可以欸 哈哈哈哈 這些可以抓嗎 不可馴服 啊 好好 好好 分裂史萊姆型 喔 更小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吧 我終於知道 我們這大型史萊姆 會變大中小型史萊姆 嗯 越來越 so kawaii了 我能說什麼呢 木乃伊王看一下 如何 唉唷 唉好帥喔 這就是木乃伊王 不可馴服 想迅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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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flame 唉~~ 給木乃伊王一點面子阿 就要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木乃伊王跟冰之女王互靠喔 好大隻喔 打 哇 適益爭霸戰 唉 打她 大哥 打她 她對有沒有在大 打 攻擊你攻擊的目標好 我打他 他是被卡住了我救他 欸欸欸欸動一下 欸虧你長得那麼Beauty 還好欸你長得還好欸抱歉啊 打 打他 有有有有有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我什麼都看不見了大哥 欸欸 天氣情 天氣情謝謝 天氣情我還是看不到 發生啥事啊 哇開幹了 OMG 感覺勢均力敵喔 兩邊好像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會贏喔 可是我們研磨尻不到 完了 這個地形上的弱 喔 對我們這個研磨處於比較弱勢的狀態之下 這個狼跑過來幹嘛 喔有有連續攻擊連續攻擊 我們瘋神一龍那邊看戲 不過據說死神不是有一招技能是可以直接 喔對對對就這一招 受痛的 這個受痛的 欸你們要不要公平一點啊 就是 不要一個只會飛嘛 我還有一個旋轉攻擊 欸這樣感覺要打好久喔 快點啊 搶一點好不好 搶一點好不 我媽都比你搶啊 來點什麼蓋亞能量炮啊 還是什麼毀天滅地之術啊 什麼之類的嘛 就像這樣子嘛 要一直放啊 欸什麼瞬間移動不見了 我看這招什麼 我四千 Holy crap 秒掉欸 他這一招 在紅圈範圍裡面是直接噴欸 OMG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要講另外兩隻隱藏BOSS 兩隻隱藏BOSS呢 他目前沒有辦法在這個 在這個地圖裡面生成 如果你是開伺服器的人的話呢 這個可以在地圖上生成 需要打那個伺服器的一個生成碼 但是呢單機的話 只能用指令召喚了 能不能的話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這兩隻隱藏BOSS 其中一隻是可以馴服的 好不好 那我們先一一來做個介紹吧 我們第一隻先來召喚一下我們的 隱藏BOSS 金剛 目前還沒有被放在遊戲裡面 也沒有屬於他的一個生成空間 方舟生存進化的金剛 大概就長那個樣子 所以說方舟方塊的世界的金剛 應該也不會差到哪去吧 是吧 有沒有看到出現了 就大概是這副鳥一樣 然後可以馴服嗎 不可馴服 有沒有 KING KONG 唉唷 這邊的金剛看起來好像那個 以前古早遊戲裡面的叫什麼來著的 我們馴服他 以前那個古早遊戲裡面叫什麼 金剛網 我忘記了 有一個遊戲 我忘記叫什麼東西也不管了 然後我們可以起來上面 哇哦 哇哦 右鍵抓石頭 沒有錯 跟方舟方舟生存進化一模一樣 敲 敲 敲 唉 我們可以試試來召喚一些小洛洛來打一下好了 我們來看看 我們弄一下我們的這個冰精靈 下來了下來了 哇 靠我耶 哎 讓我上去啊 我要騎上去 不要讓我騎 打 算了 我不騎了 打了 那個聲音還蠻可愛的 幹什麼 幹什麼東西 敲死你 跑了 跑東西 啊 丟你 你 叫我媽媽找到他 這個角度找不到的樣子 哦 利用反作用力有原理 這隻血量兩萬耶 食物一萬 攻擊力速度 哇 暈眩值9999 根本就擺明就不讓你抓啊 攻擊力其實兩三百 其實還普通耶 而且沒什麼特殊能力 就只是體型大血多 沒了 大概就這個樣子 然後他這個眼睛弄的感覺好像是兩顆 水煮蛋放在上面 鹹蛋超人有沒有 稍微比較 好像就是 永遠處於憤怒當中那種感覺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最後一隻 最後一隻就是這個大家眾所皆知 而且一直在討論的 龍神 龍神呢 他是唯一在這個方舟方塊世界裡面 目前啊 可以馴服的龍 馴服的生物 可以馴服的生物 然後呢他 需要鞍才有辦法騎 所以說 如果你們這個伺服器裡面有這個生成代碼 你們可以在這個伺服器裡面抓 但是呢 你們沒有鞍的這個材料以及藍圖 抱歉 你們只能乾燈眼部沒有辦法騎 然後呢這個龍神的這個鞍呢 我已經也有指令了好 老頭又找到了 我們就先把他交換出來吧 火神龍鞍有沒有 這個目前好像沒有藍圖 也不能學習 也不能製作 就只能用指令召喚 不過呢將來一定會被放進來的啦 好不好 而且又是可以唯一可以馴服的 那火神龍的話呢 搞不好以後方舟方塊會 就一個很奇怪的方式說什麼 活動啊 可以召喚啊 什麼收集七顆龍珠之類的 有可能吧 這也是我隨便的猜測啦 我又不是官方人員 我哪知道 OK 我們現在來召喚一下 我們最後的龍神 火龍神 出現了 然後呢 仔細看 可馴服有沒有 然後他一直往地板錄 在錄什麼東西啊 然後魔法生物 答案他是可以馴服的 他一直往下錄是怎樣啊 沒關係我們直接強訓他 我們就省略的補作過程 然後呢你會發現呢 他是可以 直接騎乘的 是因為我強訓他 所以可以直接騎乘 有沒有 可是我想要看他 放上鞍的樣子 長什麼樣子 我來看一下 他放上鞍的話 這麼長一片 生龍餃子嗎 他的背上感覺 好像放一片 生魚片的感覺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這隻龍 看起來其實有點醜 我覺得 比較失敗 是他的鼻子 他這個 比較屬於做 做出於 屬於那種中國風的那種龍啊 這是屬於中國風的龍 希望之後會有西方飛龍 那種龍 感覺會比較炫炮一點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威力好了 看一下威力 他的飛快不快呢 其實好像也還好耶 右鍵 好 死亡火焰 拿來當肉吧 死亡火焰 二十二滴 左鍵攻擊 用咬的 是一件 這什麼 哇 火風暴 哇 這特殊能力火風暴 哦 可是這個200怎麼跳的感覺有點小啊 有 持續傷害 把他關廁所持續傷害就高了 燒屁屁時間 可惡 咬死你 其實說真的我覺得金剛比較好耶 雖然你會飛啦 但是你的攻擊頻繁度實在太低啦 我們看一下內容 而且只有八千八耶 也其實還算蠻多的啦 以一般生物來講其實蠻多的 但是 這種我覺得他不太適合做攻擊耶 應該是說類似就是那種火龍風放出來就要跑掉的那一種了 他不太適合做長久的持續持久戰 他的西劍放出來之後就要跑掉了 然後等CD結束之後再繞一圈回來再放一次西劍 然後如果是玩PPP的話我覺得這樣會對他比較好 好不好像這樣放完之後就跑 讓正在混戰的人深受其害有沒有 好熱啊 然後就被捲起來了這樣子 被捲被捲了 笨狼狼 這就是我們的中國龍 火龍神 希望了將來會有多一些龍啊 比如說什麼雷龍神啊 或是什麼龍之類的 你是咬屁 走開喔你 哇你自不量力啊 你丟我幹嘛啊金剛哥 金剛哥你是 你是想要趁機殺人你主人對不對 阿不就好像在我開 創造模式 然後不然我就死了 原來金剛哥想密謀創位已經這麼久了 好不好 再給各位看一下齁 這就是我們另外兩隻隱藏BOSS 那這大概所有這個方舟方塊世界裡面的這個強大BOSS 基本上全部都接收完畢了 好不知道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個 個人是比較偏好死神 金剛以及比萌 就是那一隻 冰封之地的那隻星星 好其他我都覺得還好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先介紹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有個訂閱 右下角有個喜歡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方塊世界再見面了 掰掰 掰掰